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是大爸在我吃大餐的一天 你可想好了啊 最近 这吃不明白 咱可就翻外偏了 今天带你吃的是一家米餐 福建那边呀 对 据说来北京玩的福建人 都觉得那特别重 甚至这儿入选了米其林的必须 欢迎收看 价格大侦探 今晚大翔哥吃什么 完全看我摄影小哥大爸子的心情 从选餐厅到点菜环节 全都有我说了算 用餐结束后 我们会根据以下规则进行猜价环节 误差过大或足够准确 我们都将可能支付对方双倍价格 究竟是他亏还是我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哪儿啊 也没有标志性建筑 连边都是小区 这是护家楼附近 哦 电梯 这是办公梯 穿梭梯什么玩意儿啊 不知道 那咱走啥梯啊 我也不知道 卧槽 这穿梭梯怎么像密室逃脱梯啊 这电梯这身 滋味道 没门 没有能扭 嘛 得 误话 咱们这有冰块 不过拿一杯子拿点冰呗 谢谢 不会是避避灯的 它这冰块看着冻的小不拉几的 但是非常的透 你看 然后杯子也是刚刚好配我这个清杯酒 首先第一道 白煮东山小馆 这小馆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但是这个肉真白净 太干净了吧 蘸它这海鲜汁试试 比我想象的筋道 但是它这筋道并不老 然后它这个酱汁调到酱油啊 芥末啊 蒜姜 调得特别好吃 肯定还有什么秘质配料 我就不知道 哇 这个是小馆的虚子 好完整啊 它这实在品质真不错 嗯 这个越嚼越香 而且海鲜因为它品质好 口感好的同时 有明显的回甜 非常简单割姜白啄的 吃的就是原味 搭配上它调的这个海鲜汁 我真的绝 接下来今天直接上的主食 沙茶面 里边有油条 虾 生菜 这个是鸭血 然后这个是豆干 哇 下边还有猪肉吧 这个是 然后面 这个是肠 哇 这里边还有鱼丸呢 东西真不少 这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吃过 第一次见 先尝尝这个菜 就是普通的生菜 哇 有辣味 这个面怎么形容啊 沙茶的味道带着辣 没有我想象广东沙茶的那么甜 猪肉条很嫩 但没有那么入味 鸭血也挺好吃的 主要这面条有味道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沙茶面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变肿的麻辣烫的感觉 就是把麻酱换成了沙茶 好好吃 用这油条吸满了汤汤汁 用这油条吸满了汤汁 哇 这油条吸完汤汁 巨好吃 哇 它这个秤子好肥 而且一点点点点猪不牙刺 而且秤子不光是肉肥 它这个肝腺也很饱满 吃进嘴里面面的 滑滑的 来一大口试试啊 它芦笋也是那种滑嫩的口感 然后加上它品质 贼好的这个秤子 加上葱汁 味道好的同时 层次感又很丰富 同时下面的汤汁 刚好把秤子的那个鲜味给带出来了 哇 爽 接下来莲花煎蟹 煎的这个蟹味特别的窜笔 然后姜的香 哇 好肥啊 看这个蟹 好烫 它这蟹的品质绝了 这大糕 味满 哇 它怎么做的这么入味啊 这螃蟹它处理的也好 蟹腿肉 顶壳肥 特别的甜 哇 这小蟹咸 包完看着真爽 接下来红蟹米糕 哇 这看着也好爽 先单独尝尝它这个蟹身 这个我以为有调味的 反而没什么调味 吃的就是蟹原本的味道 那这个蟹的品质咱就不用说了 非常非常不错 看看它这下边糯米有味道不 看着有颜色 应该不错 哇 它这个糯米那么太香了 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服务员 这个说是蒸完了之后 分装完了再炒 炒完了之后呢 里边搁香菇干 搁干贝 然后再加上酱油调色 搁盐呀鸡腥什么的 然后再搁各种调味料 这个吃进嘴里有那种干边锅气的香 然后香菇的香 海鲜的鲜 然后酱油的鲜咸 然后糯米呢 没有那么的黏牙 就是软中带糯 太好吃了 这边下边的糯米感觉一个蟹都按钻实测了 这个蟹壳已经包门都拍碎了 轻轻的一包就包下来了 哇 最后现在它这个蟹盒看看啊 我猜的是它把蟹盒的环已经全抠出来 然后码这个蟹腿上了 这么多 没抠出来 哇 这蟹太肥了吧 好香啊 哇 你看 满高 快咱先趁着吃 哎 蟹高 哇 哇 这感觉就是 我都没跨着啊 把蟹蒸到底下了 啊 把精华都蒸到下面去了 哇 中间这儿 这儿呢 这儿呢 我也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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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这米糕真是 就像你说的 都不着急吃这螃蟹了 这米糕真好吃 太香了 之后一个啊 厦门姜母鸭 然后单加了两个泡鱼 基本上所有菜都有姜的元素 先来鸭腿尝尝尝 这个鸭的口感就是筋道有嚼劲 味道就是姜的香加上甜味煮 尝一口的鲍鱼啊 哇 不小啊 这个 嗯 这鲍鱼我觉得没必要加 感觉没有那么入味 所以做完的口感挺老的 我觉得很一般 你吃姜了吧 姜 姜 要直接吃啊 人家说姜比鸭好吃的姜母鸭 所谓鸭味道 香鲜至 厦门人爱姜母鸭 就像北京人爱烤鸭 我从来不吃姜 那我尝尝 你别说 我真的生嚼不了姜的味道 我只要吃鱼 要是把姜当成蒜吃了 我就 有点 这个是我能吃 同时这个姜的香 我觉得特别爱姜的味 那这个就绝了 太好吃了 但我对姜的香只能接受轻微的香 重了会觉得有点不好的感觉 吃这个东西 生脆的体味道 很香 很入味这个姜 OK兄弟们 九猪饭饱 今天这吃的太爽了 主要是太符合我一个海鲜爱好者的胃口了 废话不动说吧 直接猜价 我这已经提前写好价格了 首先 白卓小管 88 实际价格 118 沙茶面 58 这高不了 实际价格 45 乳笋撑子 128 实际价格 68 慌不慌 但是你别说他那撑子太肥了 而且乳笋也贵 你就想咱们吃烧鸟 这卢笋一串就15 这一大盘卢笋 又是卢笋 又是撑子 然后我确实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全是一样 莲花尖蟹 168 实际价格 158 蟹王 红蟋米糕 368 实际价格 458 啊 对对 江母鸭 半只88 实际价格 88 鲍鱼的话 那就挺大个 一只28俩 56 鲍鱼实际价格 一只22 两只44 采海鲜食材 哥们还是有东西 总价我是954 你多少 实际是979 这么接近我超过山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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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因为误差在2.6% 所以大巴子给我双倍 因为他急的账 所以只给我979 就OK了 最后做总结的话就是 这家店 你要喜欢海鲜的话 那真的是宝藏之眼 它的食材真的是特别的好 并且吃完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米其林什么1023心 可能图个略 但是比比登啊 目前来说还真没有踩过雷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这系列的话 是会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